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风险管理 欢迎各位同学收看风险管理课程 首先我们还是跟同学们介绍本次的主讲老师 今天仍然有我和王老师在这里跟同学们一起讨论 上一个讲次我们介绍了风险管理步骤中的第二个步骤 风险的确定与分析 并且透过实例案例对于面临的风险来加以确定跟分析 今天我们将谈论控制型的风险管理对策 而且也是以实际的案例来说明控制型风险管理对策 首先我们就请王老师来跟同学们说明本次的授课流程 好的 企业在经由风险的确定分析跟衡量之后 我们会了解不同的风险其实会对整个企业有不同层面的影响 所以我们在看到的是控制型的风险管理跟理财型的风险管理 而控制型的风险管理里面又分成四种 第一种是避免 第二种是损失的控制 又可细分为损失的预防跟损失的意减 第三种是非保险的移转 第四种是其他 企业在经由风险的确定分析跟衡量之后 我们可以了解不同的风险会对于企业有不同层面的影响 运用不同风险管理的策略来处理风险 而风险管理的策略就包括我们上述所讲的风险控制跟风险理财 风险管理的目的就是透过以风险控制来减少损失发生的可能性 以及透过风险理财来弥补损失发生的财务负担 损失房主的理论对于了解发生意外的事故的原因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损失房主的理论是透过了骨牌理论 能量释放理论来加以说明 如何能够使得企业达到损失房主的目标 本讲次里面将要介绍企业采用风险控制的各种管理方法 包括上述的回避、损失控制、隔离和契约的移转 并且来说明损害免责协议的意义 目的使得整个损失频率和损失幅度的降低 我们都知道整个风险控制又称为损失的房主 这些措施区分为损失发生以前跟损失发生以后 在损失发生前我们采用的是损失规避的方式来预防潜在的损失发生 而在损失发生以后采用的是损失控制的方法 用这样的方式来降低跟减少损失频率跟损失幅度 我们从字卡里面其实可以看到整个损失发生前跟发生后 它所采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损失发生前所采用的是损失的规避 它主要是要预防损失风险、潜在风险的发生 而损失发生以后所采用的是损失控制的方式 来减少整个潜在风险的发生以后 所产生的损失频率和损失幅度 由于整个潜在的风险会致使意外事故的发生 进而会造成损失 因此了解为何会发生意外事故对于损失房主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那损害房主的理论可以分为下列这两种 第一种理论是着重在机械的因素等的探讨 例如像汽车的安全配备的要求规定等等 第二种是属于人类行为模式的方法 着重在人类行为的探讨 例如你有良好的教育训练的讲习 可以预防整个损失的发生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 整个损害房主的理论 包括了像骨牌理论、能量释放理论 或者是安全作业 评估系统或像系统的安全理论等等的 我们主要要针对两种来说明 第一种是骨牌理论 所谓的骨牌理论 其实是由在工业安全的工程师 叫做Henrich先生 他在1940年代所提出来的 Henrich他发现 98%的意外伤害的事故 都是可以预防的 因此他主张透过损害房主 应该是由人为的疏失所导致人为 或者是机械的危险状况 来加以着手 如同是整个一连串的骨牌当中 我们抽离出其中的一张 使得连续倾倒的骨牌 可以因此而中断 不是会因此而发生连锁的反应 而造成意外事故 他最基本的观念 其实是发生意外事件的结果 是由于一连串的环环相扣 而且是相互为因果关系的疏忽 所造成的 尤其工业意外事故的发生 就好像骨牌的倾倒一般 是一连串紧接的事件所造成的 犹如在骨牌游戏里面的第一张骨牌 一连串倒下来之后 最后一张骨牌也就倒下了 所以经由抽离其中的一张 或者是使骨牌当中的任何一张 不倒的话 就可以让后续的骨牌 不致因此而倒下 那意外也就不会发生了 我们可以从字卡里面看到 整个的Henrich他所提到的骨牌理论 你就是把中间的危险因素给抽离掉 其实这个时候 最后的损失跟意外就不会发生 而Henrich他所讲的五张的骨牌理论 第一张的骨牌是所谓社会环境因素 它指的是态度 或者是社会环境的遗传 种种的不良习性 它可能会发生意外的事件 而造成整体的环境 或者是先天的环境的不良 例如在工厂当中 它的光线不足 第二个骨牌是人为的错误 人为过失的因素 其实会导致整个人员的不安全动作 或者是在机械 以及物质上的危险的主力静音 就是由于整个的环境 或者先天条件 而造成的人为疏忽 例如刚刚所讲的光线不足 会使得堆高机的操作人员 没有发现在角落有一个突出的铁块 而第三张骨牌是风险因素 风险因素主要是因为人员的不安全动作 或者是机械上或物质上的风险因素 也就是人为的疏忽 所导致人员或者机械的危险状况 例如刚刚的堆高机 它撞到了角落的铁块 第四个骨牌是意外事故 由于整个危险的造成的意外事故 它是因为干扰或打断正常的工作的 未经计划不可预料或不可抗力的意外事件 而由于这个外来的意外事件 对于人体物体的冲击 可能会造成整个意外的伤害或者是财损 例如堆高机如果撞上了铁块 会造成堆高机的倾斜或者上面的货物因此而倾倒 最后一张的骨牌是意外事故的损失 它是指由于意外事件所造成人体的伤害 例如操作人员被堆高机上的货物所压伤 那在骨牌理论里面我们所强调的是 危险事故的发生它有一定的顺序的前因后果 这个理论的优点是在于 每一个骨牌都有它的着力点 我们可以经由每一张骨牌的着力点来做预防以及管理 那第二种方式是能量释放理论 能量释放理论它所强调的是 事故的发生其实很难去归纳它的前后的原因 和它一定的顺序 那意外事故的发生是一种能量失控的现象 对于危险的控制必须要面面俱到 来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 它是由Hayden博士在1970年所提出的能量释放理论 对于损失的事故成因 其实我们可以解释成为 能量的积蓄它超过一定负荷的时候 由于失去了控制的能量会被释放出来 来加租在人体或者物体之上 而造成损害的物理现象 那由于整个损失防阻的工作 可以从减少它的能量的形成 控制它释放能量的数量 或者提高人或结构物的能量的负荷能力 这样的方式来减少整个已经释放出去 能量的一种伤害 这四方面来加以着手 它的基本观念是 像地震 森林 火灾等等大自然的能量 在长年累积之下 再突然释放出来的结果 而整个人为的意外事件 就是因为整个远因的累积 而造成静音的导火线它所引燃 所以Hayden博士他就提出来了 减少整个意外事件 以及降低它整个严重性的策略 那我们先到这里暂时休息一下 接下来我们想请谢老师来说明 在台中发生的阿拉夜店的 整个事件始末 以及整个损失的发生的 风险控制的方式是怎样 好的 我想大家应该都很还记得 2011年的台中阿拉夜店大火 它造成了九死十三伤 所以这个事件震惊了社会 那接下来我们想请同学们看一下BCR 位于台中市西区的阿拉夜店大火事件 发生于2011年3月6日 这个事故最后造成九死十三伤 该夜店大约在凌晨1点15分 现场乐队结束表演 中场休息的时候 临时代班的猛男舞者 在舞台上表演活舞秀 但是因为猛男舞者 自己改造加装烟火的LED棒 不慎隐然铺设在天花板上的 隔音泡棉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火事十分迅速地延烧 并且掉落而造成了 不可挽回的大火 最初在场的客人 没有意识到火灾 以为是节目的特效 因而错失了逃生的最佳时间 也因为店内的逃生路线不明确 甚至二楼的紧急出口 遭到了堵塞 所以人员都往一楼的门口逃生 而且因为起火点靠近阶梯处 造成在二楼隔间的九名人员 因为逃生不及而葬身火场 台中阿拉夜店它发生了大火事件 在场的客人其实起初 并没有意识到火灾已经发生 店内的逃生路线又不明确 甚至二楼的紧急出口 遭到了堵塞 最后才会引起的九死十三三的惨剧 针对台中阿拉夜店大火事件 如果我们要追究它的原因 最主要是因为 没有落实建筑物公共安全检查制度 所引起的 如今因为一场公安事故 导致无辜受害者伤亡事件 震惊的社会 引起全国人民的关注 且因为这个建筑物公共安全检查 所负担的责任过重 面对外界跟舆论的压力 宣导建筑物公共安全检查的一个重要性 还有检查专业检查人 与工会团体的负责人 有义务跟责任向全国人民说明 建筑物公共安全检查 问题点以及建请政策的一个真边 西医希望能够唤起全国人民 对于建筑物公共安全检查 正确的一个认知与重视 好 那风险控制呢 它是企业为了减少或排除 危险事故发生 或是损失频率 以及损失幅度降低 所采取的一种风险管理策略 风险控制的方法 我们可以包括下面四种 第一呢我们可以叫做风险避免 风险的避免其实是一种最消极的风险管理策略 因为从事该项活动可能会导致风险损失的一个可能性 因此呢我们对该项活动直接放弃 来达到规避风险的一个效果 这种处理风险的消极方法通常会在两种情况下进行 一个就是特定风险所导致损失频率跟损失幅度非常高的时候 像海上货物运输如果航行到麻六甲海峡 它是海盗出没海域 时常遭受攻击 因此我们就避免去航行这个海域 第二个是处理风险的成本 大于它所产生的效益的时候 像我们为了要防止汽车遭窃 却雇用了保全人员24小时监控 其实这是不符合经济效益的 所以如果我们以阿拉业电大火为例来说 当时蒙南舞者他自己改造了加装烟火的LED棒 在舞台上去表演火舞秀 可是却不慎地去引燃铺设在天花板上的一个隔音泡棉 而引起了大火 如果当时经营业者为了去避免火灾的发生 在节目设计上就应该去避免高危险的一个火舞秀 或是去禁止使用烟火 避免风险虽然很容易执行 但是有时候它没有办法彻底去免除风险 比如说你担心锅炉爆炸 你就放弃利用锅炉烧水来改用电热炉等等这些 但是有时候我们为了要去规避这些风险 却放弃了它的经济效益 反而会增加了它的机会成本 而且避免的采用通常会受到一些限制 像新技术的采用 新产品的开发等等 都可能带有某种风险 而如果放弃这些计划 企业就无法从中获得高额利润 此外像自然界发生的天灾 像台风 这些地震 这些人类的现象 生老病死等等这些 都会是无法在任何企业跟 个人都无法避免的一个风险 第二项是损失控制 损失控制我们可以区分为损失预防跟损失易减两种方法 第一个损失预防部分 损失预防所指的是指在风险事故发生前为了要消除和减少可能引起损失的各种因素 而采取的处理风险的一个具体措施 它的目标在于透过消除或减少风险因素 而达到降低损失频率的一个目的 损失预防的重点其实是在于预防各种潜在风险的因素 包括有三个 一个是预防实质风险因素 它以阿拉业电大火为例 我们知道说没有依照规定使用不燃的一个材料 或是耐燃材料等等 该业者在内部装修材料存在了一个重大建筑物公共安全缺失 另外在避难层出入口宽度也没有符合现行的法律规定 具体的方法包括了审慎的去选择房屋建筑材料 以防止火灾风险的发生 而且需要定期的派员实施检查 也要认识平时居家的一个环境或是办公处所的一个消防设施 跟它的逃生避难设备 事前去领妥逃生避难的一个计划 依照该防护计划实施员工灭火报警训练 消防安全设备维护 防火避难设施以及能源设备使用管理监督等等 来保障该公共安全公共场所的一个安全 第二点预防人为风险因素 阿拉阿夜店事件它是综合了危险行为 与室内玩烟火还有危险物品有泡棉两种因素所造成的 因此如何加强危险行为或是危险物品的管理来填补法律的漏洞 其实是刻不容缓的课题 那在人身健康风险部分 其实也可以透过体格检查或是身体力行 预防保健等措施来达到效果 第三点是预防责任风险因素 其实这是指对第三人违反契约行为 或是侵权行为依法应付的赔偿责任 我们可以经由对法治常识的认知 以及法治教育的宣导来达到损失预防的效果 阿拉业店他因为火灾勒令停业 负责人及表演者被依公共危险罪 业务过失致死 还有业务过失伤害等三项罪名起诉 此公共安全事件凸显了 以往法令对于公共场所室内用火等危险行为 及毅然物品的规范漏洞 管理权责归属不明 以致公权力对于公共场所的危险行为 及危险物品的管理 出现立有未来的一个情形 所以相关人员应该对于法令 职权跟执行等应有效掌握 有问题者应该要尽速地去修正变动 提出具体的一个对策 使法令周全适当 避免因为漏洞不备等原因造成了损害 更应该要立行执法 实践法令赋予的一个权利与职责 来保障人民的权益 第二项是损失易检 损失易检所指的是风险事故发生时 或是发生后 我们采取的各种防止损失扩大的一个措施 比如说在建筑物上安装火灾警报器 和自动洒水系统等等 我们可以去减轻火灾损失的程度 或是以防火建材隔间防止火势蔓延 损失易检它是一个处理风险的一个有效技术 常在损失幅度高且风险又无法避免和转嫁的情况下来采用 在发生损失时 为了消除或减少可能引起损失的各项因素 所采取的一个具体措施 以降低特定损失的一个幅度 如果我们以火灾为例 我们可以采取下列三项措施 第一个就是灭火 第二个是报警 第三个是逃生 在灭火部分 依照火灾时期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类 火灾初期 火灾中期 以及火灾盛期三个阶段 其中火灾初期 它是局部燃烧 火势比较小 比较容易扑灭 只要能够把火头压住 我相信很快就可以去消灭它的灾害 灭火最重要的时效 其实是在于火源出蒙时 就应该立即雨雨扑灭 那就可以迅速去遏止火灾发生或蔓延 这时候我们可以利用就近的灭火器 消防栓的水苗 从事灭火 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迅速取得这个灭火器具 那我们可以利用周边的棉被 窗帘等等粘尸来灭火 但如果说火有扩大蔓延的倾向的时候 其实最重要的是迅速撤退到安全的一个处所 第二项是报警 当发生火灾的时候 其实我们应该要立即报警 比如说利用大楼内消防栓箱上的一个手动报警机 或是说我们用电话打119来报警 或是我们也可以同时大声呼喊 敲门唤醒他人知道火灾的发生 然后来逃离现场 那当你打119报警的时候 其实切勿心慌 一定要详细说明火警发生的一个地址 处所建筑物状况等等 来适切地去派遣消防车辆前往救灾 第三项是逃生 当火灾发生以后 掌握契机迅速地判断正确的一个逃生 其实是很重要的 逃生的时候我们务必要保持镇定 切勿惊慌 当然不要携带太多的贵重财物 而延误了逃生的一个契机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见 风险控制的第三种方法呢 是指危险单位的隔离 隔离是一种风险管理的技术 而且不会使损失危险事故 扩及企业全体的风险控制方式 风险隔离的目的呢 它主要是企图降低经济个体 对特定事物或人的一个依赖程度 那我们可以分为下列两种策略 第一个我们叫做分隔 那实际上所谓的分隔呢 是透过事先把企业的经济 或是活动的资源 做有计划的一个协调 安排或区隔 使得单一损失呢 它的危险事件不会同时 扩及到整个企业全体 然后呢 它的这个好处呢 是在于我们企业呢 我们可以用生产作业分别设置在两栋 相互独立建筑物之内呢 来作为一个分隔的方式 另外一个叫做复制 也就是将企业基本或重要的一个资产 与经济活动予以复制或另行储存备份 那它的方法呢就是 当企业遭受火灾的时候 电脑设备毁损 我们可以以备份取代 使得订单资讯或是它的运收账款记录 得以予以保存 好 那在分隔里面呢 它其实是在考虑成本与效益之后 透过事先把企业的一个经济活动 与资源做有计划的一个协调 安排及区隔 使一个单一损失危险事件 不会同时去扩及到整个企业全体 或是同时造成企业整体的一个损失 分隔的效益在于风险得以分散 降低风险的一个曝露面与机会 像企业将两条生产作业线中间 加装防火墙来区隔 或是生产作业分别设置在两栋 相互独立的建筑物之内 那复制呢 其实指的是用备用财产 或是备用人力 或重要文件档案的一个复制 或备用计划的一个准备而言 将企业基本或重要的资产 与经济活动予以复制 或另行储存备份 当损失发生时 就可以将这些备份资产 文件派上用场 使得营运不受影响 例如企业遭受火灾的时候 电脑设备毁损 我们就可以备份取代 使得订单资料 跟运收账款记录得以保存 那复制分隔以及损失意减 它们之间是有所差异的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损失意减呢 它的损失幅度 其实可以缩小 但是它的损失频率也可以缩小 但是站在分隔的立场来看 损失幅度呢 透过分隔是没有办法缩小的 而且它还会增加损失发生的频率 然后在复制部分来说 损失幅度呢 也没有办法缩小 而对于损失频率来说 它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影响的 王老师 我们可以知道说 在风险控制的方法里面 还有一个叫做契约性的移转 那能否请你跟同学们一下 来说明一下这个内容呢 好的 在风险控制的契约性移转里面 我们主要是要由企业本身 要了解整个契约性的移转 它仅仅是把风险加以移转 但是风险仍然是存在的 潜在的风险用契约的方式 把资产或活动的风险 移转给他人来承受 那移转者和被移转者 或者是风险的承担者 他们之间的损失的风险分配呢 是根据契约的条款来决定的 那契约性的移转 可以分成下面这五种 第一个是出售 所谓的出售是 企业以买卖协议的方式 把风险暴露单位 全部或一部分来移转给他人 例如像在阿拉业店里面的负责人 他就把业店因为不愿意 再承受公共安全的责任风险 而且必须要负担 后续的赔偿跟法律责任 这个时候呢 他就把经营权 让与给其他的同业来加以经营 第二个是转包 承包工程的总承包商 他把整个建筑工程 涵盖的水电部分 以转包的方式 由次承包商来加以承揽 称之为契约性的移转 但是要注意的是 整个风险理财的契约性移转 只是把损失财务负担的移转而已 可是整个风险控制的契约性的移转 除了损失财务的负担之外 还包括了损失的最终法律的责任 那第三个是损害免责的协议 所谓损害免责的协议 指的是契约双方当事人约定 原本应该由当事人一方对他方来负赔偿责任的时候 转而由契约的他方来加以承受的协议 那损害免责的协议可以区分成三种不同的类型 第一个是限制型的损害免责协议 这方面的协议是移转整个移转者和被移转者对于自己的行为来各自负责 如果以承包商它的总承包商甲为例 我们把整个水电工程由以承包商来负责 那双方当事人就会签订一个限制型的免责协议 这个免责协议里面就把水电的问题由以承包商来加以负责 如果没有签订整个损害免责的协议 这个时候可能由总承包商甲来负担所有的责任 那理由是整个承包商甲它是整个总体的承包商 它承包了总体的工程 第二个是中等形态的损害免责协议 这个部分主要是因为损害免责协议受到受移转者 它同意来支付损失是由移转者和受移转者 他们共同的过失的责任所造成的 像以承包商的水电工程 它假设是重要核心的水电工程的总承包商所邀请的 那这时候乙承包商它会担心 假承包商它没有办法完全按照整个建筑法规来施工 因而这方面的损害免责协议 就是由乙承包商它是移转者 而假总承包商它是一个受移转者 这时候假总承包商它会负担 整个自己的疏忽所造成的问题 以及总承包商假它跟乙承包商共同过失的行为 那第三种广泛型的免责协议 这方面的类型主要是因为损害免责协议 是受到了移转者同意来支付所有的损失 而不论整个过失的责任是由假总承包商 或者是乙承包商它所造成的 那第四种是套购 套购是透过现买先卖或者现卖先买的措施 把整个损失的机会和获利的机会加以平均的方法 那在整个企业的方面呢 套购是整个危险中和它最显著的方式 在整个定义契约的过程当中 为了避免整个价格它会涨跌而受到损失 同时在进行整个期货买卖的过程当中 损益会有平均的机会 第五个是保证 那保证是由企业 它用保证契约的方式 把债权和债务的关系 直接由保证人来加以承担 例如整个债权人 它为了要确保本身的债权 所以要求债务人要提供一个保证人 由债务人在无法履行的过程当中 保证人要负责做清偿的动作 例如在整个旅游契约里面 由旅游业者来提供旅约保证保险 那消费者在非因个人因素 它的行程遭受到取消 而遭受到损害的时候 就可以由旅行业者来负赔偿责任 那谢老师 请您来预告一下下一讲次 好 下一讲次呢 我们将以新竹工程师过劳猝死 作为案例 跟同学们去介绍 讲解损害房子管理系统的内容 并说明企业为了达到 风险扣制的目的 因而投入或耗费的资源 及风险控制的成本 进而来去分析 投入的成本 跟它所要达成的效益 是否对称 来决定风险控制策略的一个选择 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到此结束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